不再席投票 就會成為台灣民眾黨優先法案 其實啊 你現在有掌握到還有誰會認識 不知道欸 我看媒體就是 我不負困棄 不知道 我跟黨中央 也核對過這樣的訊息 他跟我打包票 絕對沒有規劃能選 這些一百多個國家 大家都採取不在即投票 但是只有台灣暴殘首缺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們認為應該要有所改變 我們在2月1號 新開始的會期當中 不在即投票 就會成為台灣民眾黨優先法案 看完了 我覺得韓國瑜市長 當選了立法委員以後 積極地針對我們國會改革的訴求 來提出回應 表示支持 表示肯定 我覺得這個就是 未來國會一個正向運作 非常好的範例